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論當世,思來者,和大家一齊誓說太史公,史記。 好,今節開始講《史記列傳》二十五,就是《呂不偉列傳》,我相信這個《呂不偉》的故事,其實很多人都聽過了。 其實就是,我們看一個原文是怎麼寫的,其實很多都是根據《史記》而來的,尤其是《秦始皇是不是呂不偉的兒子》這個故事, 那個傳說是起得更早,但是真正的記載就在《史記》那裡,《史記》相信了這個記載, 《呂不偉者》,楊澤大古人也, 楊澤即是河南地方,一個大生意人, 往來反賤買貴,便宜買貴賣, 即是炒賣,加累千金,賺了很多錢, 秦超王四十年, 秦超王,即是秦超商王, 秦國是由秦孝公變法開始, 然後傳給秦衛民王, 秦衛民王就是第一個稱王的秦王, 他在位二十幾年,二十幾年之後,傳給兒子 武王,武王四年因為 和大歷史一起舉頂,腳骨斷了,死了, 秦超商王是他的弟弟,秦超商王在位多少年呢, 秦超商王十七歲時候在位, 死的時候是七十二歲,在位五十五年至五十六年之間, 其實是康熙之前 在位最久的一個國軍,秦超商王, 他很長命,死的時候七十幾歲, 還長命過他的兒子,所以他還在位, 他這個時候,秦超王四十年,他是五十七歲, 太子就已經死了,於是到了四十二年, 就以第二兒子安國軍做太子, 安國軍封皇做太子, 安國軍有很多兒子,有二十幾個兒子, 安國軍有所甚愛機, 他有一個女人他很喜歡, 立以為政夫人,將他立了做政夫人, 將來就會變成皇后, 那個封號就是華陽夫人, 華陽夫人沒有兒子, 安國軍中南, 中南就是不大不小,在中間排名的,有一個兒子, 叫做紫楚, 是不是叫紫楚,這個名字是後來改的, 他原本的名字叫二人, 後來華陽夫人, 將他修圍做兒子那一刻, 他才改名做紫楚, 我一會兒講為什麼, 紫楚沒有約夏基, 紫楚的母親就是夏基,沒有愛,得不到寵愛, 於是紫楚為秦智子於趙, 派他成為仁次去趙國, 但是掃公趙, 秦國常常去打趙國,趙國當然是生氣, 所以不慎禮紫楚,對紫楚是不好的, 紫楚, 秦柱樹葉孫, 他不是政夫人所生的子女, 在超商王來講就是孫, 在安國軍來講就是兒子, 治於諸侯, 做一個敵國的人治, 居成,盡用不擾, 即是他坐的交通工具, 以及他用的錢不擾, 即是不夠豐富,即是沒有錢, 居住郡經常都窮,不得志, 呂不偉,古寒丹, 做生意見而連資, 若此其貨可居, 這個是其貨, 可以集這種貨, 其貨可居,居就是集, 這個就是誠語故事, 其貨可居, 你見到一件事, 你很賞識,於是你就買寵他, 去等他升職, 乃旺見紫楚, 去見紫楚,他怎麼跟他說呢, 不能帶子之門, 我能夠令到你變得很威, 紫楚笑若, 且自大軍之門, 你先搞到自己很威, 你搞到很威,就搞到我很威, 乃大吾門,才搞我, 第一,為什麼你不搞你自己, 呂不偉弱, 紫不知也,你不知道, 吾門代子門而大, 我一定要先搞你, 我家是要靠, 我搞到自己變了威, 是要靠你的威而來的, 紫楚心之所謂, 紫楚覺得他說的話有些意思, 乃引雨坐, 跟他坐, 心雨, 兩個就很密切聊天, 呂不偉弱, 呂不偉跟他說, 秦王, 奴義, 秦昭昌王這個時候已經很老了, 六十歲,六十幾歲, 六十歲左右, 安國軍做了太子, 先問安國軍愛恨華陽夫人, 他很喜歡華陽夫人, 華陽夫人沒有兒子, 能立識智者, 誰繼承他呢, 就是靠華陽夫人一個人講的話, 金子兄弟二十餘人, 你現在有二十幾個兄弟, 紫幼居宗, 鬥大你不夠人大, 為什麼小又有好處呢, 因為小的拉仔拉心肝, 通常這些人都很疼小過, 你又不大又不小在中間, 不慎見恨都不疼你, 九字諸侯,在外面很久, 和父親沒有感情, 即大王轟, 就算是大王死了, 安國龜立為王, 安國龜做了秦王, 即子義沒有 己得與長子及駐子, 但冒在前者, 曾為太子義, 你都不在秦國, 和大兒子, 和這麼多兒子, 日日夜夜, 都在安國龜前面, 可以討好他, 可以拆他鞋, 怎麼可以爭做太子呢, 紫楚若, 為之內何, 那有什麼辦法, 裏不毀弱, 只貧客於此, 你窮, 沒有錢, 你在這裏作客, 非有義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 你不能送東西給父母, 又不可以交結賓客, 顯示你很得人心, 這樣人家會賺你厲害, 你不可以施展你的公關伎倆, 沒有錢, 不謂須貧, 這句謙的說話, 我雖然沒有錢, 但以千金為子西柚, 我拿很多錢, 代表你西行去秦國, 是安國軍及華陽夫人, 去討好安國軍和華陽夫人, 立子為識字, 將你繼位為自子, 將你立為自子, 紫楚乃頓守, 若紫楚聽見話, 他出大本詞, 去幫他搞定這件事, 頓守就是叩頭, 必如君察, 如果你的計劃成功, 願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我無端端撿回來, 我將秦國分一半給你, 好,這節遠,